李翔跟美琴在美国共事过 是他的下属 有可能吗 我觉得刚刚讨论蛮有趣 因为三位都是我 先任跟前任的老板 包括吴钊燮 我过去当然办公室主任 包括肖大使 我过去在 这个当然政组长 但我跟他重叠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包括他耐心的 是我现在的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因为绑手绑脚的 我到底可以多诚实呢 但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点 会不会有加分效果 当然会有嘛 很多基层民众的期待 是第一个 因为肖大使他有这个性别的部分 那另外他有外交 很多务实的经验 那再来呢 其实他过去他的形象 各方面 对很多年轻选民 尤其是中间选民 他是可以跨越的 而且是可以蛮顺利跨越 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三几岁嘛 我很多朋友 对于政治是很冷感的 我那天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就特地问他 说你对肖美琴印象怎么样 因为我很好奇说 你平常对政治冷感的人 也不会投民进党的人 你的看法是 他说很棒啊 很棒 因为他觉得 第一个 他是女性领导力的一个象征 但第二个呢 因为大家看到台美关系 这几年来 包括21世纪贸易协议 等等等等 都有所进展 所以大家觉得 他是很正面的选项 所以这第一点啊 会不会有正面加持效果 会有 但第二点呢 其实刚刚晃哥也提到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每一个人 在国家不同的位置 都有不同的角色所在 过去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这也是事实 做副总统的角色是比较有限 这个因为你国防外交两岸 军事等等 其实原则上都是总统的职权 这是宪法赋予总统 所以你副总统能扮演的角色 相当是有限的 这是过去 这没有办法的 但是同时呢 如果你本来就是驻美代表 你可以做事情超多的 每天横跨美国50周 跟参议员 众议员 这个行政部门交谈 甚至于推动贸易 这都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要怎么去 因为吴钊燮部长昨天投了 他说现在很多欧洲的国会议员 到华府去访问 第一个要见的是 到双向元见萧美琴 这是真的 而且我其实过去 我在萧美琴大使是2021年 夏天的时候来到华府 他一到那边的时候就很轰动 真的很轰动 因为大家就知道说 第一个他是过去的 当然民意代表 然后再来大家知道 他跟总统关系很好 跟吴部长关系很好 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所以我要讲第二点 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就这样子我觉得大家要平衡 要去思考哪一个角色 方向最好的人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赖副总统 这也讲得很清楚 萧大使是唯一人选 也并不是唯一人选 有六位人选 他口袋有六个 有六个嘛 他特别讲 他说男女都有 但是我觉得重点 他说来自科技界 来自文化界 来自不同的领域都有 都所在 那萧大使是其中 这也是很优先 所以我只是 画一个大饼 把话说回来就是这样 我觉得萧大使回来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对选举有帮忙的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 也会有其他人选的出现 大家不要到时候 就是说我们只要 非萧大使不可啦 我觉得这个对于其他人选 也不公平 对于整个选情 也不会有加分效果 所以我觉得大家 应该要相信 赖副总统会做出 最好的安排 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 让这国家可以往前走 我觉得赵一强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他三个老板都有照顾到的 来小方要短补充 其实以萧大使 美琴来讲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都是非常熟的朋友 不管说他过去在花莲 或者是他在立委的任内 甚至于他在参与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去帮他助选过 所以他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 我当然觉得他绝对是一个 台湾不可多得的一个政治人物 台湾最适合的一个人选 但是不是这个放在副总统这个位置上 就称如刚才阿晃所说的 那放在副总统 这个是不是会让他的能力 反而是有所折扣 然后有所打折 那不过呢 我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刚看到了 我们这个所有的聊天室里面 很多人除了这个萧美琴大使之外 还有举出其他的 比如说郑力军部长这些 这些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选 不要忘记 这个叫做Team Taiwan 你只要选了赖清德 这些人都是Team Taiwan里面的人选 他在哪一个位置上 都是会为台湾来共同打拼 我相信最近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跟我一样 很喜欢看那个宋葬的福利联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动漫 什么东西啊 今天第九集 今天这第一季的第九集即将公布 我不晓得宜湘有没有看 里面有一句话在第八集的时候 那你难道认为敌人很强 你就不战斗了吗 所以我今天要请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管 我相信萧美琴大使 绝对是能够给Team Taiwan来加分 但是我要请我们所有的台派的朋友也好 我们所有台湾的朋友也好 包括于将军 我看他前几天的演讲也好 Team Taiwan 你不能够因为敌人强了 你就不敢战斗啊 再不然你要选择被敌人杀戮吗 所以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战斗吧 Team Taiwan 你不能够起来吗 我走故障起来 老坑 你能够起来吗 你不能够起来 juro